天主教教宗方濟各二十九號 因為肺部感染住院 並且將會繼續住院接受治療 梵蒂岡二十九號晚間發出聲明 八十六歲的教宗方濟各 過去幾天呼吸困難 到醫院檢查後發現肺部感染 將住進羅馬一家醫院 接受治療數日 發言人布魯尼表示 教宗年輕時曾開刀 切除肺部一小部分 而新冠病毒篩檢為陰性 這也引起人們 對方濟各健康情況的關切 是否有能力慶祝週末 宗之主日起相當忙碌的盛州活動 方濟各二十九號稍走出席活動時 身體情況看起來並無異樣 但上下車時被發現 他臉色不太好看 不過仍像往常一樣 在聖伯多路廣場主持週三 公開節儉活動 親吻嬰兒並向教徒問好 布魯尼表示 方濟各是阿根廷耶穌會士 他感謝包括來自意大利主教會的 祈禱與祝福 美國總統拜登在橢圓形辦公室 與阿根廷總統費南德茲 會面之際 得知教宗健康情況 也表達對這位親愛的朋友的關心 方濟各上次住院是二零二一年七月 當時接受結場手術 在醫院呆了十天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未曾聽聞確診 不過膝蓋問題讓他坐輪椅一年多 他表示正在康復 並多半改以拐杖行走 公視新聞黃麟靈變異